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现在有什么人的医生 社工 特教人员 还有什么 职业辅导 评论人员等等 评估的团队都会有含这些专业的人士 在里面来帮忙做一个评估 他们都是医生 可以说更能够符合个案的需求 重点在需求 因为刚刚其实理事长他还有就是有提到 就是说以前可能我们就讲说 比方说脊髓损伤者来讲 好了我们就是拿残障手册部分 可能就只有写你们的会写怎么样 重度支障 可是未来应该不会这样子写 如果是以这样子肢体障碍的这样子的程度来看的话 他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写法 或评估方式呢 有可以帮我们做一个 他要知道是不论说那人的编合是555号 还有两个罢子 好 一个罢子就是说你在一般情形车 你什么障碍 0 1 2 3 4 另外一个说你如果有辅助之后 你什么情形 我们看那两个罢子就说 这些人需要什么辅助我们就知道了 一看就知道了 以前你手册卡单一福利 大家都同样 没有针对个别的需求 所以我跟你说这次推动这个 我觉得社会局他们真的是很有魄力 准备很久 我相信如果好好做这个需求评估 我现在发觉北部某一个大县市 人口不比我们少 他们只有20%的人有做到需求评估 这样这个制度就不好了 又回去过去一样了 所以说一个好的制度 要来提供要来实施 要来落实的时候 其实一些基层上的一个需求 真的要先来了解 先来倾听基层的需求 那我们今天就是相关的 这个社福单位团体的代表 来到节目当中 是不是可以 局长也在这里 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来跟我们局长做一个反应 我们是不是先请两种干事 您先来提提看 这个你们最常碰到的问题大概是 其实现在我对这个制度的话 是因为一次一个专业团队去为他做评估 但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状况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我期待就是说在这个评估里面 然后在个案他的服务的专业团体能够提供 也在旁边协助他提供他能够提出他确切需要的那一个服务 跟他的需求 是 所以刚刚总干事提到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 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他的需求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心路这边会碰到 比较多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 因为我们智能障碍者其实他本身可能有一些 就有表达能力上的困难 还有一个认知理解能力上面的困难 那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家长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努力在做的一个工作 可能就是去宣导这个所谓什么叫做 心智的一个鉴定的这一个部分 那因为以我们高雄分会而已 我们服务的是成年的智能障碍者 那大多数他可能被评定的也许就是永久免在鉴定 所以他可能要等到104年之后他才会收到通知说 他要通知他要重新鉴定 那可能目前大概是新产生的障碍者 他会先优先做鉴定 那我们现在有碰到比较少数的刚才已经开始 他就是他的手册到齐然后去鉴定 可是他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人陪同的时候 他比较难以就是去表达他的一个需求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陪同者 其实对这个服务对象他不了解 他的一些日常生活作息 或者他的一个家庭状况 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落实 担任他那个代言人的那个角色 因为我们评估有我们社会局这边专业的 一个评估专员做这样的一个评估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评估专员表达说 我们的需求 而不至于那个需求评估出来 也许不是真正的这个服务对象想要的 那我想在ICF这里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 社会参与那一块 那社会参与他其实希望的是 我们的这个障碍者 其实是有自主的那一个部分 他必须是他能够表达他的需求出来 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 这是他真正他想要的 可能就需要说 也许我们这些我们的团体 服务这个服务对象很久了 那我们很了解他的一些家庭状况 或者是这个服务对象他的一个日常所需 那甚至有些我们服务对象 他目前年纪也许都四五十岁 那他的家长年纪更大 或者甚至他的家长照顾者都不在了 那他可能就会需要 我们团体这边的一些专业人员 来担任他这个代言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专业跟经验值这个部分 可能就更显得重要 所以我们局长要做个回应 所以我们社会局 我们在这个新制的推动 我们并不是在去年7月11号才正式推动 其实是101年 其实我们三年前 我们就开始推动 这整个计划的一个事办 那我们透过整个事办里面 我们去累积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也是全国五大事办的城市 也是执行的状况情形 目前平起来是最优的城市之一 那当然在这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的专业人员是非常需要大量的 那包括我们的医师 我们的社会工作者 还有我们的专业的评估人员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累积相当相当多的一个经验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机构 或者是站在第一线的一个服务的团队 所以他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交流的话 所以其实我们社会局这边也是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个 提供相关的经验来做一个交流 甚至所谓的出动到宅的部分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需要就是到宅一个服务呢 评估的话 我们今天社会局努力的来推动我们的ICF的宣传 因为我想不是只有我们身心障碍者了解 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陪同者 或者说我们的家庭也能够了解 然后针对他真正的需要我们来提供给他 我想这才是我们在推动这个ICF这个心智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精神 对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ICF 其实我们也帮他弄了一个蛮温暖的名字 我们叫做爱携手是不是 是爱携手 是是是 所以在推动他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 共同携手能够把这个爱心 把汇集起来 然后来帮助我们旁边的行动不便 或者是需要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 那刚刚我们新路的这个我们的周主任 他有提到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帐别他是永久性的 可是他可能过几年他才会到期 那在我们的这个总会这边 您在合部会对上的时候 有这种的经验 我要求助一下 这次ICF的检查 是五年之后必要再重检一次 你检查不是中生的 不是中生的 以前差不多几乎中生 现在是要五年之后必再重检一次 我们这次 我们联合众里面有六十年的团体 我们这次大概有打电话问过了很多团体 他们听我说他们没什么清楚 不是我们社区没有努力 是因为他们很多在偏远地区的 他们那些人没有三百里 我说 因为他已经弱势了 说真的 我就有几个楼里市长的 他都没有三百里 但是他很多心 他做理事长 他都跟他鼓励 他跟我说 他本来因为说 一定要找到便宜检查 我们那边的社工一直说 你可以要求指令地点 或者到你的家里面都可以 我是认为这次要成功的话 宣导特别重要 是 其实在座我们 虽然是三个社会团体的 社会福利机构的一个代表 但是也相信了 他们的责任真的是非常重要 由于说有团体跟我们社会局 这边的一个合作 才能够把这个制度更加的落实到 我们最基层 你们服务的这个对象当中 那刚刚我们新路这边还是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 他们身心障碍手册 因为有的真的是永久性的 虽然现在可能改五年一次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说 因为五年的一次评估 会不会造成他们一些 既有的一些权益 他们认为是自己的权益 或者是福利也好 会不会担心说 因此而被取消掉的 我们总干事这边 有用 他们对这个真的是不了解 因为我们团体来讲 还是只是认识到一部分 那对个案来讲更不用说 因为他们对这个部分 是完全的陌生 完全不知道 所以害怕 那有人叫我说 要赶快去医院重新鉴定 有的说不用 你都 就是永久的 那个身心障碍手册 也不用 所以说对他们 对这个是全然的陌生 就是刚刚我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社会局这边 知道他的这一个的伤病 那看有直接跟 把它跟他的专业服务团 团体可以帮他们 也帮他们连接起来 就是后续的 有专业团体可以去协助他们 然后在这次的评估里面 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需求的结果 这个我可能也要回应一下 这个总干事这边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开始执行 就是我们7月份开始执行 就我们可能有的服务对象 已经做完鉴定 然后医院端的做完了 然后之后他有需求评估 可能也做完了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的那个 需求评估的结果 目前我们团体这边 还没有收到一个 收到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也许会知道那个结果 那可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 服务的 提供服务的这一端 我们可能会不清楚 他的一个 需求评估的结果是如何 那我们就很 因为如果理想上来说 如果我们有落实的话 应该是他的需求评估 是就是他量身打造的 这一个 可能他的一个 完全性的 服务需求 他的依据他所 可能甚至我们可以依据 这个去拟定他的一个服务计划 就他个人的一个服务计划 那如果说我们其实 在我们的团体这边 如果没有办法了解 他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说 提供他需要的这一个 可能跟他的这个 需求评估结果 是能够 match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是也就是说 就是说柯林报告 评估的结果出来了 但是变成是回到个案的手中 变成说机构可能这边 平常跟他们互动多了 反而就没有办法知道说 你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这个部分 局长可以做一个回应吗 是所以在过去 其实我们也有认真在做一个反显 过去我们在宣传ICF ICF 那我曾经我就挑战我们自己 社会局自己 所以我们写ICF 其实没有人看得懂 我们必须重新去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ICF 甚至告诉我们的民众 什么是ICF 甚至刚才我们也听到教授 谈了好多什么零几分 几个表到哪里 但事实上这些可能是 没有接触的 专业人员均的懂 但是他没有把这样一个宣传 其实必须去转换 转换成是我们每一个身心障碍者 每一个身心障碍者家庭 他们能够听得懂的一个 服务需求的模式 所以我们想开始重新去说 我们能够更多的更仔细的 让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 跟及其家庭都能够了解 什么是ICF ICF的内容在哪里 甚至我们也把我们的点都扩机 所以刚才黄教授也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目前是不是在许多的点都有 那的确我们也关心到 我们偏乡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医院 或者说我们的评估点 我们都已经遍布到 旗山甘山 还有我们的凤山 还有我们整个大高雄地区 甚至在整个偏乡里面 我们都已经设有这个点了 包括在我们的3D部落里面 其实我们的相关的评估点 那为的就是要提供我们民众 最静便 最迅速的整个服务提供 所以其实呢 做到这里 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社会局 这是一个负责任承担的一个做法 对 就是說 在试办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们已经有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缺点 一个缺失 然后所以有赶快想办法 来做一个补抢 甚至就是说 在偏远的 从高雄县的时代 就是三山地区 那一到县市合并之后 现在整个大高雄 甚至在偏远地区 究竟就可以跟区公所 就是申请的时候 来做一个咨询 而且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 我们在ICF的一个概念跟精神里面 就是我们会针对我们不同的症状症 去提供不同的提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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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